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决定修炼清源剑绝和练习服录同时进行 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了的含力 立即开始了行动 他前几天呢 首先跑了两趟本门的访饰和天心宗的访饰 去搜集炼丹的原料和炼制符址的灵草种子与幼苗 这些炼丹原料既然是古方记载的东西 自然是价值不菲 极其稀罕的东西 但是所幸的是啊 含力对这些药草的年份根本就没有什么要求 竟然侥幸就收集够了其中一种丹药 炼气散的原料 这可让含力是大喜过望啊 至于符址的原料呢 因为一开始要从低级符址练起 自然很容易到手 当然了大量的朱砂也不可缺少 三四天后 含力将洞府外的大阵禁制全开 洞府紧闭 然后开始了他筑基以后的第一次闭关修炼 修行无岁月啊 四年的时间转眼即过 洞府大开 在正法的掩盖之下 自从当日紧闭之后 就一直未曾再开启过 直到这一天 从遥远之处的天际突然飞来了一道蓝光 在大阵外盘旋了几圈之后 化为了一个笑嘻嘻的儒生 手上托着一块形状奇特的蓝色木板 这就是小师弟的洞府了 哎 怎么选在这么偏僻之所 而且灵气也不怎么充足 若不是雷师伯指点一二还真是难找啊 如生神色有些意外的说道 随后他打亮了几眼洞府外的大阵 神色间突然有了一些跃跃欲试的意思 这雷师伯说的小师弟的护府大阵 厉害无比 就是结单期的修士来了 都不一定能讨得好去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真能如此厉害 要不要试上一试 但略微思量了一下 如生就垂头丧气的自语说 哎 还是算了吧 可别耽误了师父的大事 说完 就摸出了一块传音符 往寒里的大阵的一扔 传音符顿时化为了一道火光 无声无息的渗进了大阵 然后如生 立即将手中的木板往空中一抛 人就玉气飞离而去 此时洞府内灵眼之全的闭关势中 韩丽正处于闭幕打坐之中 看其容貌 竟然和四年前一般无二 一丁点的变化都没有 谁是他身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清光 闪烁个不停 似梦似烟的美妙异常 但是 再往四周望去 立即就会让人无语至极 因为除了韩丽打坐的附近之外呀 其余地方散落了一地的各街浮路 从初级下街的火弹树 兵剑树到初级上街的土墙树 火云树应有尽有 仿佛竟然是一个浮路的大仓库一样 另外还有一些朱砂的空壳 和许多的空白符纸也夹杂在其中 更显得是凌乱无比 不知道过了多久 韩丽皱了一下眉头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然后睁开了双眼 他凝撕了一小会之后 突然站起身来 走出了闭关室 只是站起的一瞬间 地上的所有俘虏和其他东西 都被他无声无息的 收进了储物袋中 房间顿时啊 变得一干二净起来 一走出闭关室 韩丽一翻手 一杆黄色小旗出现在了手中 接着一抛 这小旗化成了一道黄光 向外飞射而去 也就片刻的时间 韩丽还未曾走到卧室的时候 小旗所化的黄光就飞了回来 其后还引领着一道火光景跟着 韩丽见此不慌不忙地将手一招 小旗飞回到其手上 另一只手则五指一张 顿时一片清光从手上喷出 向那火光一下就卷到了眼前 韩丽手指一弹 一点绿光飞进了火光中 火光轰得高了数尺 其中突然传来了李化元的声音 非常的简短明了 马上到绿博洞来 为师有事找你 此话说完呢 那道火光立即烹的一声清响 化为了满天的火花 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韩丽神色平静地听完了这些话 进了卧室 他从石床下拉出了个小木箱 箱子里面放着十几个 适样不同的储物袋 韩丽掏出身上的一只 将原先放进去的一大堆福禄 都倒了出来 然后按照种类等级 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归类分好 分别放进了不同的里面 接着把箱子推回了原处 犹豫了一下 他就出了卧室 直奔 洞府大门而去 站在神风洲上 韩丽回想起这四年间 自己修炼和制服谁的情形 神色有些凝重 刚封闭洞府的时候 韩丽一边修炼 一边在府内呢 又开辟了一个隐蔽非常的内府药园 虽然不大 但也足够他培养用于催生的药草了 这样做的好处 可以在闭关期间 不用担心催生中的药草被人发现 完全不用离开洞府 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为此他还特意的在此耀圆顶部的山石壁上 打开了无数密密麻麻的隐蔽小孔 刚好让日光照射进来 这个呢 是为了让小瓶吸纳灵气 当然了这些小孔所开的位置 肯定处于大阵的笼罩之内 不用忧虑被人发现 至于外面的那个大药园 则被韩丽计划用来专门打掩护之用 有了小药园 韩丽才放心的一边催生灵药 一边用先天真火炼制丹药 虽然说真火比地火差了一点 但总算胜在安全踏实 而且不用害怕炼制失败的次数 古方炼制出来的丹药啊 果然是非同小可 韩丽炼出炼气伞之后服用的时候 就重新体验到了 注击时的那种灵气爆裂的感觉 让他惊骇的马上打坐炼化起来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如此惊人的效果 自然在他头一年 法力突飞猛进 远远超过了意料之外 如此奢侈的服用法呀 让韩丽彻底节省了吸纳灵气的时间 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炼化为法力的修炼 法力精进的效力自然翻了数番的提高啊 这可让韩丽一度是喜不自胜 重修三回清源见诀 成了极有可能实现的事情 这清源见诀 虽然的确像别人说的那样 会出现每隔几日 法力就会回落一部分的古怪现象 但是在他每隔六七日就一包炼气伞的服用下 根本就可以将此缺陷 完全忽视 在此期间 韩丽还好奇的服用了一次注击丹 结果呢 效果是微乎其微 让韩丽彻底断绝了此种念头 但在后三年的时间里 出现了让韩丽极感意外的事情 从第二年开始啊 服用炼气伞下去之后 那种灵气充足的感觉 渐渐的少了 甚至一年不如一年 到了第四年的时候 竟然出现了当初服用黄龙丹和金随丸一样 不再提任何效应的事情 无论服用几包丹药下去 任何灵气都感受不到 这一下韩丽头痛了 也大感纳闷起来 因为这绝不是法力提高了 炼气伞提供的灵气 跟不上他此时的进度引起的 以这炼气伞的药性 就是一直供他服用的注击后期 也绝不该有什么问题才对 这可是根据古方所炼制的丹药啊 就是对结丹期的修饰 说不定都还能到起到不少作用 这可和当初的黄龙丹金随丸的失效完全不同 那时丹药的药力跟不上了修炼的层次 是他早已预料中的事情 经过了百般的琢磨 韩丽还用自己以前所学的医术 做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结论 他可能因服用这种药力过大的炼气伞 太过频繁的缘故 终于呢 让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抗药性 所以这种丹药啊 慢慢的对他失去了效用 这个结论得出 韩丽无法验证他是否正确 毕竟修仙界里 像他这样 每隔几日就服用丹药的奢侈做法 还从来没有人做过 自然也就无力可查和无经验可借鉴了 可是韩丽啊 还是寄希望于 停止服用丹药一段时间之后 炼气伞还会重新有用 抱着这种想法 韩丽在最后一年内停止服用了丹药 而改用正常的途径修炼清源建绝 但是习惯了丹药 突飞猛进的修炼速度后 再让他老老实实的 按照普通方法 其进度之慢 实在是让他无法忍受 更何况 真要按此方法进行修炼 凭他的资质 别说是什么 重修三回 就是一回在他的有生之年 那也绝对是奢侈之事 忍受了一年龟爬一样的慢速修炼 结果呢 还是让韩丽极度失望 炼气伞重新服下去之后 还是丝毫作用都没起 看来这丹药啊 彻底的对他失去了效用 只有另寻其他良药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是这次李化元不来用传音符召唤他 韩丽也打算出洞服走一趟了 毕竟手上还有一种古方原料尚未配齐 只有炼制了这种聚灵丹 法力才可能再次狂进 而且他打算去多寻一些丹方回来 若聚灵丹如同那炼气伞那样会失效的话 韩丽也只好每隔几年就换服一种丹药 至于练服的学习则顺利至极 他每天都能抽出小半天的时间 先从低级的已能顺发的法术练习起 丝毫不计成本的狂练个不停 如此让其他制服师根本无法想象的奢侈浪费之法 让韩丽的制服水平是一路高涨而升啊 现在已经可以勉强制作出初级高阶的服录了 虽然成功的几率还低得可怜 他已经决定下次闭关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终极的法术 和尝试练制一下终极服录 这才是他制服的主要目标 另外在闭关的期间呢 韩丽除了练气伞之外 还趁着比较清静的时候 练制了七八颗定岩单出来 并非常好奇的服用了一颗 如果真能助岩的话 韩丽当然非常乐意 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有白发苍苍的一天 即使修仙者的肉铁衰老都奇缓无比 此时因为丹药失效之势 让飞行中的韩丽大为郁闷 但还是对自己的师父李化元 突然要见自己的事情有些好奇 不禁猜测这师父找自己到底为了什么事啊 而且是在四年后主动找上自己 就这样 韩丽怀着一肚子的心事来到了吕波洞 只是传音进去之后 打开禁制的不再是那位于大师兄了 而是一位二十来岁 纯红齿白的英俊青年 还没有等韩丽开口 这个青年倒先淡淡的对他说道 是韩师弟吧 我是师父门下六弟子五璇 师父让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跟我来吧 五璇说完之后 就看也不看韩丽一眼的转身就走 这让韩丽莫名其妙的摸了摸脸庞 这张脸还不至于就这么让人讨厌吧 有些气闷的韩丽还是无奈的紧随其后 两个人之间呢 也始终没有说过话 就这样直接来到了大客厅 厅内的椅子上正坐着三个人 旁边还站着两个人 坐着的是李化元夫妇和一位陌生的红衣妇人 这个妇人三十来岁的样子 长得虽然不错 风韵幽存 但是脸上冷冰冰的 隐隐透着一股修仙者很少带有的煞气 此时李化元正和妇人说着些什么 看神情言语啊 似乎非常尊敬此人 而在一旁站立着两人 一个是韩丽曾经见过的四师兄宋蒙 另一个则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 同样也是一身的红衣 容貌还算秀丽 但眉眼之间隐带风情 并且看其外表和那红衣妇人大有关系的样子 韩丽啊 来 过来见过你 红佛师伯 李化元一见韩丽进来了 立刻招呼了一声 红佛师伯 韩丽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该有的礼数自然不会少了 红衣妇人听了韩丽的问候 并没有立即表示什么 反而上上下下仔细打量起了韩丽 半晌之后 脸上才露出了一丝微笑 有些生硬的说道 嗯 很好 呵呵 看来红佛师姐很满意了 哎 我这个弟子呀 虽然相貌普通了一点 但还是货真价实的 助击其修士呀 并且为人乖巧机灵 很得我心的哟 李化元见红衣妇人比较满意 顿时笑逐颜开 并大大的夸起了韩丽 让这韩丽听得是一头的雾水 不知个所以然 什么意思 满意 韩丽一听这话 不知道怎么不自在起来 后来再听到 这李化元不停的在夸奖着他 心里更有了一种不太妙的预感 而且他已经发现 那少女自从自己进屋之后啊 就偷偷的瞅了自己树眼 只是神色间充满了不悦之色 而且当这位红佛师伯 说自己很好的时候 其身形更是微微的一阵 急忙把头低了下来 与此同时 一道充满了敌意的目光 扫向了韩丽 然他一惊之下 不禁回望了一眼 竟然是把自己引进来的师兄 武玄 武玄一见韩丽感应到了 自己的注视 脸上微露出金色 立即把目光挪一开来 一副心虚的模样 韩丽看到这儿啊 更是满腹的疑惑 只是神色间 还是习惯性的保持了 不惊不躁的样子 其无意中流露出的 沉稳样子 看得红衣妇人心里边 暗暗的点头不已 行啊 就是此子吧 我觉得很合适 那我先带仙儿回去了 然后静等师弟的佳音咯 红衣妇人点了点头 忽然说道 好 师姐放心 我回头自会安排妥当的 李化元一见妇人 这就要走 急忙满口应允着什么 就和老婆一起起身相送 然后在寒里仍然是云里雾里的时候 这位红佛师伯带着那位少女 已经离去了 这到底要干什么呀 师父是不是又给自己挖好了一个大坑 就等着自己往里跳了呢 一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原修仙传第122回 你也有一些田团